好了咱们废话不多说 马上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整体的包装看起来还是挺规整的 网购这个东西还挺神奇的 有些人明明知道里面买到的是什么东西 但是总是还有那么一点期待 还有那么一点点这个莫名的一些感觉 因为这个实物看起来 往往和这个视频当中会有一定的区别 所以说总是希望实物能够超出自己的预想 能够更好一点 打开来看一下 孩子和预想中的差不多 一颗双干的小老装 小狼鱼 看起来整体固定的还算不错 上面的这条也都没有什么损伤 下一步咱们把这些铝丝给它拆开 取出来看一下 取出来以后可以看到整体的保湿做的还是不错的 但是也并没有什么惊喜 可能实物看起来比视频当中的可能还要小一些 但是要说起整体的价值来说 我觉得还是挺直的 首先它的装体这里咱们可以看到 是一个一本双干的一颗 下面的装体其实是挺粗的 应该在5公分左右的一个粗度 下面的装体 然后枝干上来的一个过度 一个苍老度 咱们可以看出来 非常有年功的一颗 这一颗的盆铃应该在10年左右 甚至还要多一点 小而苍老 虽然都是小叶狼鱼 但每个地区的差异非常的大 我们这个地区的小叶狼鱼是那种灰白皮色 青棕发灰 然后有点爆皮 有点那种花皮的感觉 这个地方是安徽还是江苏一带的 它的皮色是那种青棕发紫 发一点紫色的颜色 也是非常独特的 也挺漂亮的 从那自爪的修剪造型 咱们可以看出 虽然是结合了岭南派的一些特点 但是还是整体还是更倾向于书派 更倾向于书派的一个做工 不论是哪个地区的一个修剪方法 只要年功到了 一样的苍老漂亮 好了今天这个小叶狼鱼的开箱展示 咱们就给大家拍到这里 大家觉得这一颗100多米 收来的这个小叶狼鱼素材 如何呢 值不值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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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